据日本媒体报道,日前宣布与歌手宾奇部交往的伴舞演员内山摩我,于11月20日更新博客,宣布已经正式离婚,请允许我在此报告双方协商结果,我们双方意见于智,今天同意离婚。 同时,他还向宾奇部的粉丝道歉,相关工作人员,尤其是宾奇部的粉丝们,非常抱歉,让你们担心了,给大家添麻烦了。 据悉,宾奇部认识内山摩我时,他与前妻的离婚案还没有结果,他们从去年2月开始离婚诉讼,不过宾奇部表示不打算隐瞒,只想堂堂正正宣布他们的恋情,也许他想告诉粉丝,不管有什么困难,爱会超越一切。 据一位音乐业界人士透露,最头疼的就是爱回唱片公司,当中他们对媒体否认,宾奇部和内山摩我是恋人,可是宾奇部本人却承认了此事,唱片公司很恼火,表示他自己随便不再过问他的事。 据悉,这次宣布布伦恋不仅可能会影响宾奇部接拍广告的数量,就连年底的红白还能不能像往常一样参加,还不能确定。